好了继续继续总结这个中美竞争 或者说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 或者说展望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冲突的这个这个未来吧 中国文明历史来管理社会都是非常困难 因为缺乏这个宗教 再不用神来管理社会 这个难度要比用神要大得多 虽然我本人吧 至少因为我生出生的时代了 因为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儒家的弱点 已经在这个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冲突下 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呢儒家在这2000年来管理中国社会 没有用神这一点还是值得表扬的 而且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的这个从一开始就就就体现出来了 可以说 其实皇上统一中国这个时间很短嘛 然后然后刘邦建立汉朝还略为略为玩了一点神 因为刘邦刘邦说说说他是他妈跟一个蛇生的 这个这个这个他爸还看见 跟这个跟这个基督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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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还还跟他妈 还没有还没有那个啥的还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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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房啊还没有圆房的时候就被这个犹太人的神接族先登了 或者说犹太人的神这个这个这个抢了基督 他妈的这个处女权啊这个处女权是应该应该是属于基督他爸了 只不过这个基督他爸呢 没有得到这个没有得到这个的精子没有得到这个卵子 基督这个卵子 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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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督 犹太人的神 得到了这个 呃处女玛丽的这个处女魔吧 不管了 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这对犹太人的神是一个侮辱啊 有的人神不至于不至于要抢一个什么木匠 木匠的老婆的出现权 人本事大了 人想要个儿子的那方法多了去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 不用神管理社会很快就出现问题了 到了这个汉朝末年吧 最明显的了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肯定是肯定是很多 而且而且大家这个 大家都无法解决吧 到了汉朝末年 后来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这个三国演义 大家都是熟悉的 那么最明显的 这个儒家这一套 这个这个人意理智信 人意理智信啊 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温联功俭让啊 什么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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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诸如此类吧 能管得了关公 管不了律部 这在宗教社会就不会发生的 什么吕布 怎么把他画个十字架就得老老实实的 所以 所以这个这个不用神啊 管理社会非常困难 一个是一个是控制不了武力 另一个呢 是是是控制不了这个组织不了这个人 所以所以后来这个 后来中国进口了这个这个佛佛教 但是佛教呢 对对这个武力有一定的管理 但是但是也还是有限 所以所以就有很多农民起义 西方就就没有 西方人一个一个一个皇室 基本上就是一锤子到底了 谁也谁也比如拿英国举例吧 人家的皇室是是蓝血 是blue blood 跟你们血都不一样 你们你们还想还想翻天 所以这个管理中国社会就非常非常困难 组织性比较差 民人民之间相互的联系比较弱 少一个宗教联系 这是这是最明显 然后生活方式呢 那就是文化了 生活方式就没有那么多宗教节日 没有那么多宗教机会 最明显的这个忘了说这个 演讲 你看中国社会有演讲 没有 儒家这个这个不演讲 可是西方人那都是基督徒啊 他们是听演讲长大的 至少每七天听一次 所以演讲 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又是另一个优势 他们这些人都特别会演讲 首先你想嘛 你你首先你就是听演讲长大的 就跟就跟你看篮球长大的一样 从小看篮球 从小听演讲每星期天听一次 或者每星期天看一场篮球赛 或者足球赛 从小到大 那你多多少少你也会一点吧 对吧 所以呢这个这个是他们的优势 社会组织好 社会管理 比较 比较彻底 比较这个这个 完整 至少这个语言方面 相同的语言 相同的发音 都有 相同的文字 相同的发音 中国就才可以说才才刚刚实现相同的发音吧 普通话现在应该是在中国应该是可以说 可以说吧 达到一定的百分数了吧 百分之应该八九十吧 才刚刚实现相同的发音相同的文字 中国文明才刚刚实现这一点 也就是说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的联系 以前在文字方面只有相同的 在语言方面只有相同的文字 现在有了相同的发音 然后加上互联网又把中国人又 连在一起了 加上这个现在这个手机就更不得了了 各种各种相互联系的方式 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就就更紧密了 然后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的联系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 诸如此类 交通运输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中国社会 在这个组织和联系方面也在赶上来 总之吧抽象的说就是现代科技 对于这个社会管理方面 对中国文明的帮助 是对西方文明没有的 而且呢 现在科技对西方文明的社会呢 的管理呢 其实是起副作用 一方面呢 降低了这个这个神的力量 降低了这个这个教堂的这个权威 以前呢就是就是什么堕胎了同性恋了 目前今天这个病毒 那神也没辙 那神也没辙 教堂他们都不敢去了 教堂都不能成为 一片净土 那么那么你这神的力量 也就一块一块倒霉 所以说西方人 对这个病毒不像中国人这么重视 还有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毒啊 挑战的不仅仅是 人的这个生理的生命 挑战的还是人的信仰的生命 因为这信仰 本来是扯淡的事嘛 特别是宗教信仰 本来是扯淡的事 所以我哎呀 说了这么多的嘛 总结了三个 怎么没想到 就到此为止吧 大家可以看想象了 这个这个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竞争 中国文明 蒸蒸日上 前途 是越来越强 真的我看不到任何削弱的地方 而西方文明是越来越弱 所有你今天能够看到的中国文明的弱点 都是可以得到改进的 这个而且弱点其实是潜力 因为弱点改进了以后 它就是潜就是力量 没改进的时候 它是弱点 改进了以后是力量 可是呢 这个宗教文明呢 这个宗教起的作用呢 以前是正面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宗教起的作用就变成是负面 那么宗教 如果有一天 离开了 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文明就消失了 至少 它的这个身份就要变 基督 在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没有了 或者说不可替代的 关键性的 主流性的 这种作用没有了 那这个文明就消失了 或者说得换另外一个身份 因此 因此呢 他们的这个弱点 是以前的优势变为弱势的弱点 这个是 非常难以解决的 或者说是不可能解决 只能是改心革面 改头换面 跟以往告别 然后这个 成为这个这个另一个文明 基督教文明满打满算2000年吧 以前没有这个概念的 以前的文明就就就就已经已经消失过了 宗教文明消失过非常多次 而中国 这边呢 因为我们不玩神已经很长时间 我们的早古祖先应该玩过吧 我们的神的这个身份早就没有了 我们记忆中间的最了最老的 就是易经 易经就就不玩神了 然后就是老子 孔子 庄子 孟子 都是人 人的思想是可以永远的 因为他是人 神的思想 不可能永远 因为他是神 说到这吧 总结完了 虽然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言由未尽啊 哎呀言由未尽想说啥啊 我想说跟大家说说科幻吧 科幻是什么 对了 这个可以说一说 下一个跟大家说说什么是科幻 对了 我说 我说是科幻